当所有人目光都集中在美国日均上百万的新冠疫情之时 远在大洋彼岸的中国竟然也开始了新一轮的确诊高发期 昨日中国境内报告单日新增病例223人 要知道这可是自2020年3月以来单日新增最多的一天 这其中包括天津80个病例广州9个病例河南省68个病例 还有60个新增境外输入病例 由此可见一向严防死守了中国 目前也面临着变种病毒的疯狂侵袭 东南西北全面沦陷内忧外患腹背受敌 加之半个月后就要隆重开幕的冬奥会 一时间中国的抗议压力可以说是直接拉满 而广大海外华人深切关心着的回国航班 或许会面临全军覆没的悲惨境地 要说这次的新冠变种Omicron防不胜防 绝对不是推卸责任 就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 北京发现了一例本土Omicron病例 据了解被确诊的病患为女性 她在15天内没有离开过北京 也没有与其他受感染的人接触 政府已对该病患居住的海淀区 约13000人进行了检测 最终经过了层层筛查 原来罪回祸首竟然是企业信职 北京市疫情防控工作发布会通报 该病患于11日曾接收一个国际邮件 该邮件于7日由加拿大寄出 经美国及中国香港再到北京 该病例曾接触邮件包装表面 及文件纸张首页 随后官方消息也证实 经采集该邮件环境样本22件 核酸检测均为阳性 并验出是Omicron变异柱 类似的情况还发生在深圳 1月17号 深圳公布了首例Omicron感染病例 据发布会上通报 对病例进行全基因组测序显示 病毒为Omicron变异柱 该病例与天津上海等多起本土Omicron病例 均补在一个传播链上 与全球数据库中 北美地区上传较多序列的基因组 百分之百同源 该名病患从事境外冷冻试剂收发或工作 1月12号接触和分拆了来自北美的快递 为做个人防护 14号出现咽痛症状 15日核酸初晒阳性 这场突如其来的确诊大爆发 让即将在北京举行的冬奥会和残奥会 推出了一系列的闭门羹 此前委员会已经禁止外国观众到现场观看比赛 而昨天公布的新准则 甚至将不再允许中国公众购买北京冬奥会的门票 取而代之的是只会邀请某些群体的观众 但尚未宣布哪些观众可入内观看 同时对前来参赛的运动员 也出台了极为严苛的防护政策 虽然冬奥会不邀请运动员接种新冠疫苗 但那些未接种疫苗的运动员 在抵达北京时将必须隔离21天 国际奥委会还实施了其他政策 以防新冠在比赛期间的传播 如将参赛者限制在某些与奥运有关的区域 和其他允许进入的地点 并将他们与中国的普通公众隔离开来 为了保证中国能顺利召开冬奥会 同时平安度过即将到来的虎年新春 海外华人最担心的全面停飞可能会真的到来 根据CNN的报道和推演 美国复华航班可能在冬奥会前全部停飞 文中写道 CNN对政府公告和公布的航班时刻表进行整理后发现 从1月19号起 由于中国的相关航空法规 从美国飞往中国的所有航班 或被取消或被暂停 此情况将持续至少两周 除乘坐专机的参赛运动员之外 试图从美国飞往中国的人 从下周起可能很快将会面临一个难以想象的场景 不会有飞往中国的商业航班 这是中国在冬奥会前努力将新冠病毒排除在外的 一部分举措 虽然还没有经过中国民航局的正式宣布 但自从去年12月以来 Omicron席卷美国 新增加人数飙升至历史最高水平 随着越来越多机上旅客 新冠病毒检测成阳性 已然熔断了很多航班 所以在春节和冬奥会即将来临之际 中国方面一狠心将航班全停 也不是不可能呀 现在一切想要返回中国的在美华人 只能期盼着冬奥会以及春节后政策会有所放松 否则广大同胞们的归国路 可以说是前途茫茫呀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